儿子,今天你如果不把这套房子让给我,我一头就会撞死在你面前。 老太婆,你如果想这样做的话,谁也拦不住你,但是我绝对会给你送终的。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,让儿子竟然说出这难听的话,咱们来看看事情发生的原因吧。 儿子,天降大喜了,你们家要红运当头了。 妈,哪来的喜事啊?看把你高兴的,我咋不知道呢? 你们这一家人马上就能搬进新房子住了。 妈,你说什么呀?我的耳朵不会是有毛病了吧?我都没有钱买房子,哪来的房子啊?不要开玩笑了。 儿子,妈会给你开玩笑吗? 妈,你说的可是真的,那你从哪里弄得钱买的房子啊?这真是太好了。 儿子,房子还用掏钱去买吗?脑子一转圈,房子就来了,你在家就等着妈的好消息吧。 妈,好的。 刷到这条视频,证明你要转运了。 不管你现在处在什么困难中,评论区打出转运两个字,定能扭转乾坤,天天好运来。 母亲和儿子挂断了电话之后,高高兴兴地到了大儿子家。 儿子啊,听说你老丈人明天过八十大寿,妈特地来祝贺他。 老太婆,你有那么好的心来祝寿吗?我感觉你就是一个不速之客,你绝对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。 你又想到了什么阴谋诡计,就直说吧。 儿子,你怎么能说妈这话呢?妈肯定是想你们才来看看你们的。 老太婆,不要在这给我套什么近乎了,我们之间早就划清界限了,别搁这上演赐母心肠了。 儿子,难道说你不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吗?不管怎么说,我断了丝还连着呢? 以前妈做事确实有点过激,现在妈真的知道错了。 老太婆,你可真会演,你的那点如意算盘打得我了如指掌。 你不就是惦记着一星期前我给我丈母娘买的那套房子吗? 跟着你经历了那么多事情,你的做事风格我太了解了。 儿子啊,不管怎么说,我可是你的亲娘呀。 她只不过是你的老岳母罢了。 她哪里值得你专门给她买一套大房子呢? 儿子,你现在快点给她要回来给你。 儿子,你现在快点给她买一套大房子呢? 儿子,我帮她说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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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